前朝政府花了整整7亿令吉宣传政绩 所向拿督斯里安华接入 单单是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任期内 就花了5亿令吉 其他2亿令吉则是 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里时代 这么大笔的数额 在安华看来是相当过分 而他入主不成之后 也没有编列新的拨款来宣传政绩 那是被责任的声明 安华今早在下议院透露 如今政府只是沿用前朝批下来的拨款余额 对比前朝政府平均每年耗资3亿令吉做宣传 他已经指示财政部明年宣传拨款不能超过1亿令吉 并强调虽然有必要宣传 但政府不该承担额外的广告费用 相反的政府部长应该多走进社区 向人民解释政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